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2点40分 当一个年轻人鬼鬼祟祟出现在广州街头时 被守候在此的公安当场勤获 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欺负的两本化名为林达伟 林海洪的本日拉护照 两张香港至连敦的飞机票 以及其他彩礼 据此人交代 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 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尹尤 准备 尹尹尔剑 1993年1月9月下午 刘龙军在青岛落马 从得知刘龙军的下落 到将其顺利抓捕 这一次警方的行动 只花了三个小时 你们抓住我一个人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去找我几个兄弟 你们不就是想跟我说得到点消息 我刘某人告诉你们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你是不知道呢 还是不敢说呀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落在你们手里 我认灾 可老三他们 个个一身本领 就算是我告诉你 他们在哪 你也抓不到 是吗 好 那我们试试看 要是真抓不到 那我们才服你 这就是啊 每个月十五号和三十号 下午五点到六点 老三文西山都会往青岛的京河饭店打电话和我联系 如果不是我本人接的电话 不代表我出事 怎么样 哎呀 坏了 我上当了 请将不如激将 武和平他们这招很管路 文西山果然打电话到了青岛京河饭店 没有了刘龙君 警方真的哄难文西山 没办法吗